最后的答案的话 参考答案这边也有 如果你打错的话 在第13页里面 再来的话就是第14页 这边有个练习题的植树判断 那判断部分的话 其实逻辑也非常简单 我刚刚讲过 就是输入一个值 它显示是否为植树 那写的方法当然 这个最后的程式 不过还可以再更精简 那至于怎么写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因为这程式不困难 所以我就大概用我已经写好的程式 来跟各位做数 首先第一个 我这边多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话 这个REAL 这个意思是说 0的话我刚刚有提过来 你也可以打成FORCE FORCE在任何程式语言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0 OK 那只是因为我的习惯 你比较偷懒 我讲过了 我程式越短越 所以有的时候 1的话 顾名字 你可以打成TRU OK 那也就是说 不0 不0值的话 无论任何语言都一样 0跟1 都可以来代替TRU跟FORCE 只是说我的习惯是 0跟1 大概相对比TRU跟FORCE 减短 所以以后你看到 如果我写成0跟1的话 那这个表示说它是FORCE FORCE就是不是 就有点像开关的关 TRU的话呢就是是 意思说呢 我初始值 我这边加一个判断 就是说预设的 能不能被其他数给整出 预设是不行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让使用者输入 这个前面讲过 所以我们大概提 就是呢 这边多一个变数名称 叫叫叫叫叫叫 prong 这个就是指数的意思 然后我们输入之后的话 让它输入 比如说53 那53一定是一个字串 所以转型嘛 用INT 因为一定是整数 所以用INT没问题 这个这个地方 当然你没事也不要用FORCE 因为FORCE 并没有 但结果也是OK 是说你多一个小数人要干嘛 OK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用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我刚刚讲过 除了1 所以特别除了1就不用了 避开 所以从2开始 你用2来 跟那个输入的值 来做个比对看看 能不能被整出 OK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们到哪个 哪个地方停下来 比如说53的话 那我讲过 这个是START 所以如果你输入 假设这个是53的话 他意思是说52到52 不是到53 因为53就是START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在2到52之间 帮我做什么呢 来帮我去除除看能不能整除 那除除看能不能整除的话 就是这样写成这样 就是这个PROM 这个PERCENT 比如说2看看 他除以他之后 他的余数是不是等于0 如果余数等于0的话呢 那表示整除了 特别说 这个地方 如果VPA是写成一个等于 不过Python 或者是Java 记得要写两个等于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他最后的意思是说 他除以 这个I这个词之后 是不是能够被整除 余数是不是等于 如果是的话呢 那我就把这个result 这个变数 把它变成1 意思是说 他被整除了 那如果被整除 所以一直跑 一直跑 OK 那如果说他跑完之后呢 通通都没有进到 这个逻辑判断里面的话 那表示这个result还是0 那是0的话呢 那就是直数 反思呢 就不是 所以if if result意思说 如果呢 他为True的时候 如果1的话 我刚讲1就是True True就跑哪里呢 True就跑这里 那force都跑下面 应该懂这个逻辑 只是说 每个人写的层次习惯不同 所以以后你看到我都写0写1 那你不要觉得 因为其他人可能不一定这样写 所以有时候同样的东西 不同的人写出来 结果一定也不一样 你不要觉得 奇怪 OK 这很正常的 OK 只是说呢 这个写完之后 那同学就问说 老师 可是感觉起来 这边程式是不是可以再更精简 因为 这好像感觉就先判断 判断完再来做判断 好像判断两次的感觉 诶 那是不是 这层次应该OK 只是说有 接下来 你们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 是不是说我干脆呢 因为他如果等于1 那表示说 他已经被整 那被整除的话 那这个 这个应该这边应该不需要嘛 那就什么 他不是直输了 直接什么 把这一行的 直接就print到这里就好了 有没有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一个什么 反思 所以反思的话 特别注意哦 其实在 Python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 我们之前学VBA的话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if 对不对 然后配合一个什么 else 但是特别注意哦 在Python里面 它有个比较特殊的写法 就是回圈里面哦 它允许你怎样 也会有一个例外的 else 也就是你回圈全部跑完之后呢 都没有没有得到这个结果的话 他是会跑else哦 特别注意哦 所以 Fall本身也可以搭配else OK 应该可以懂这意思吧 也就是说呢 如果要精简写的话 甚至reval都不用 OK 但是这样有没有成功呢 你会发现 我们来跑跑看一下 执行一下 如果今天跑到53 Enter 是直速 没有问题 因为它跑完之后呢 结果都没有被整除了 所以它是直速 但是你会发现 有另外一个简身的问题 如果输入55 它会怎么跑呢 Enter 不是直速 不是直速 又是实速 所以你会发现 它为什么多跑这两个东西出来 因为呢 你这个地方应该是 其实只要什么 能够被其中一个数字整除 就应该要停掉 有没有 比如你跑1 2 3 4 5 整除了 然后再来11 11也整除了 OK 所以 它变成说 跑5的时候不是直速 然后它又跑了11 然后跑完之后呢 又跑L4 OK 所以这两个 可是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让它 不要跑后面两个呢 也就是意思说 它只要整除了 我就不要让它往下走 就停下来 我刚刚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在那个回圈里面 如果你要踩刹车的话 刹车嘛 停下来了 那是什么 BREA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让 刚刚这个程式更精简的话 1 可以配合一个L4 2的话呢 可以在 跑完之后 它只要整除了 就 输出一个不是直输就好了 底下都不要输出的话 那你就加一个什么 BREAK 其实在Eclipse蛮方便的 你就打一个B Enter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刚刚输入55 它没有BREAK 所以它会输出这两个 但是如果BREAK的话 就是说输出一个了 底下就不要跑 就到此结束了 然后就离开这个程式了 也就是BREAK之后的话 那这个程式就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下执行 55 Enter 也不会直输了 OK 所以在那个 刚刚这个程式 刚刚我们写完之后 原来的程式呢 就是几行 就这么多 OK Ctrl C 一下 现在是7行 原来的行数是 10行 也就是 我们基本上 就是少掉几行 特别之后 把这两行拿掉 这个拿掉 这一行 这一行跑到这边来 有没有 然后else留下来 多一个 多一行 就打一个BREAK 在PRINT 这个地方 下面再加一个BREAK 把这一行放到这边来 下面加一个BREAK 就可以让程式更精简 当然 不过我跟各位讲 你们也不一定要先 我是建议你先写出 先求好 不,先求有再求好 OK 你不要一下就是一直想要写得很精简 然后一直钻六脚尖 没有,你先写出来可以说 OK 所以你可以先写第一阶段 再试着把它做精简 那我也有把最后我写完的结果 放在第14页 精简的放在这里 基本上就是这个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我要试一下 那写完这个 直数判断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透过这个直数判断 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自定函数 OK 在任何语言里面 为了要简化 重复使用程式的这个部分 都会有所谓的自定函数的写法 那只是说呢 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写法 像VBA里面 像我们VBA里面常常在模组里面写那个Sub跟Function OK 那实际上 后面要讲的自定函数 就类似像Sub跟Function 那怎么写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直数判断 有一个Result变数 0跟1 能不能被整除 预设是0 整除的是1 OK 那只是说 他会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你要精简的话 也可以 你可以再把它精简一下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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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